娘娘 奴婢发现有人偷到宫中财物 你看 娘娘 这小满子是德中公公的心腹 此事肯定与德中公公有关 宿命慎行司 彻查此事 这德中公公一肚子坏手 撤出去 慢着 公公倒是撇得干净 他就是一个小太监 如果不是听了你的指使 真敢做出此事 你只是个普通的公民 而我位居三平 以后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自己掂两遍 敢在我面前要过要未了 我定要你好看 你干什么 男人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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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大的胆子 怎敢有人私闯内宫 这都是您设计好的 把这剑柄押出去 敏慧 你身为楚秀公公女 却不知廉耻 私同外遇 我这事情我必须得坦白 我们本来还要火烧黄光 盗取宫中财户的 看你不靠的人 我帮你全身而退 江大人 他就是主保 江大人他血口碰然 江大人 怎么会这样 德中公公答应我 不会有事的 这一切都是德中公公安排的 霓君今年十九 在众皇子中 与三二个泳章的年纪最合适 是做泳章附近的好人选 霓君姑娘 过来过来过来 你过来 你是谁啊 你过来 你找我干什么 霓君姑娘 三二个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万万把你驾驭她 三二个 你到底对我有何不满啊 你说什么 难道您不是三二个吗 不是不满意 只是不想害了你 但我还是想跟你们在一起 我不用你同情我 不是同情 是我自己的决定 劝解无效 我这个人可是很执着的 固执 说明天 三二个人 快 咯 勝